世界上最强大的雷达 中国开发复眼雷达 已经看不上地球目标了 观众朋友玩意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先生 近日美国的防御一号网站 关注到了中国正在建设中的 中国复眼深空探测雷达系统 这将是地球上建设的 规模最大的雷达系统 它能够提高对近地小行星的防御能力 和对地月系统的感知能力 复眼雷达的目标不在地球上 而是为了保护地球 是中国建设近地小行星 监测和防御系统计划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目的之一是应对小行星 撞击航天器的风险 并且帮助保护地球和人类 也可以说 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一个具体实践 正在重庆西南部地区 建设中的这个大型雷达系统 将包括带有二多个天线的分布式雷达 每个天线的直径 大约为25到30米 这些天线将联手 对1.5亿公里范围内的小行星 进行高清观测 通过这个设施 中国的科学家 希望满足近地防御 和太空传感能力的需求 以及地球可居住性 和小行星形成的前缘研究 中国的研究人员给这个系统 起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名字 中国复眼 因为它有大量的天线 很像昆虫的复眼 该计划将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总共将安装四个直径 为16米的雷达天线 以渲染地球的3D图像 四台雷达中的两台 目前正在重庆建造 它将于今年的9月开始运行 在第二阶段 还将增加二多个天线 以创建出一个高清分布式雷达系统 将它们组合起来 就相当于一个直径为100米的雷达天线 这将使中国能够探测和成像 数千万公里外的小行星 并验证相关技术 这份报告强调 到了建设的第三阶段 最终将实现1.5亿公里的观测能力 随着第三阶段工作的完成 该系统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整个太阳系内的天级 进行3D成像动态监测和主动观测的深空雷达 印度的专家认为 中国这个深空探测雷达也能够跟踪美国从遥远的地方发射的先进导弹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中国这款世界上最强大的雷达呢 首先印度的媒体预测我们会用这样的雷达来跟踪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 或者是其他的军用航天器 恐怕这是小小了这款位于世界第一的先进雷达了 因为它的探测距离既然能够达到1.5亿公里 因此它所关注的目标就不是那些几百公里 或者是几千公里外的航天器 而是深空的各种各样的飞行目标 尤其是那些对地球有威胁性的小行星 或者是大型的陨石 那么只要把那些危险接近地球的天体 及早的探测和找出来 那么我们就会采取下一步的措施了 如何将这些威胁到人类和地球安全的天体 把它驱离或者是将它炸毁 中国的这款先进雷达 它的眼界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不是看地球或地球附近的目标 而是要看离地球比较远的天体目标的 这说明中国在雷达技术方面 目前已经掌握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 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建设和地球的安全 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 好 今天的停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